这是漫威争议最大的一部影片 作为第一部亚裔超级英雄电影 却因为涉及辱华受到国人抵制 导演为了能够讨好中国影迷 改动了大量剧情 但是中国观众根本不满仗 然而最近却似乎受到众多国主热跑 外媒评论气口被爆炸 影片在烂番前好评率高达92% 有人评论上期不但不是辱华 还有舔华的情节 事实真的如此 先说票行 截止目前为止 上期的全球票行为4.16亿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纵观漫威系列超级英雄电影 都可以说是垫底的存在 影片制作成本1.5亿 还要外加宣传费 这次亏的内部都不剩 自从复仇者联盟系列以来 最低的语言也有7亿票房 到上期和黑寡妇这里 近乎打了个对折 上期大部分票房都在美国 海外市场票房创下史上新低 如今全球疫情四面 也就国内风调雨顺 此时的中国市场就尤为重要 为了能在中国上映 导演凯文废奇可谓煞费苦心 上期涉及辱华的原因 一部分就是因为 满大人这个 丑化中国人的角色 海文废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不会用满大人这个角色 漫威也没有满大人的版权 我们根本无意冒犯 所以现在的反派不是满大人 而是文武 世界也改成了十环 但是早先他在上期 海外宣传会的时候 却不是这么说的 这种爱题的说法 就好像是说 很明显 这套说辞 是把人当傻子耍 再来说下男女主的问题 很多人看到他们就有种反感 为什么要选刘思慕来做主角 要知道上期的原型是李小红 国内有大把适合的演员 其实这里面就牵扯到 好莱坞对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塑造 19世纪 漂洋过海的华人们 受到了美国人的仇视 认为这群任劳任任的华人 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于是电影公司 趁机塑造了一个华人反派富满洲 也就是满大人的原型 这个八字符小眼睛 阴险狡诈的角色 抽中了美国人的爽点 老美甚至还一拍就是好几集 那时候 美国人红小孩 都是你在不听话 富满洲就来抓你了 从此以后 美国人对华人 甚至整个亚裔的印象 都是迷迷眼 前阵子那一刻广告涉及辱华 也就是因为如此 清一色的迷迷眼 现在回到电影中来 开局就是华人进攻全世界 尤其是这标志性建筑 是否有意加深民族矛盾 暂且不说 梁朝伟扮演的文武 靠着神器石环的力量 暗地操纵了全世界 并且获得了长生不老 在一次进攻圣地大罗时 遇到了一个女人 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两人产生了感情 然后文武就带着妹子跑路了 两人隐姓埋名 退以江湖 文武也放下了石环 但是好景不长 文武的对头 找上门来 正好文武外出 上级的母亲 为了保护两个孩子牺牲 回来后 文武悲伤不已 他重新带上了石环 带着年幼的上级回去复仇 结果就让年幼的上级 产生了阴影 文武本来打算 将其训练成石环组织的接班人 没想到 上级放弃了邪恶的父亲 宁愿跑到美国当小弟 十年后文武找上门来 最近他的脑海中 经常浮现妻子的声音 那声音告诉文武 他并没有死 只是灵魂被封印在大罗圣地 然而上级后来 却了解到 圣地内的大门 隔绝着异世界的士魂兽 但被捕破的文武 根本听不进去 石环大军杀进圣地 父子两人一番对决之后 文武打开了封印 是魂兽进入圣地 直接吞噬了文武 最后被打落湖底的上气 沟通了神龙 靠着神龙之力 终于打败了士魂兽 故事就是这样 这里说几点个人看法 文武作为暗地操纵世界的反派 按说手下应该精兵猛将无数 但实际情况就小猫三两只 格局与其说是组织领袖 还不如说 更像个黑帮老大 我实在搞不懂梁朝伟 为什么要来演这样一个角色 连二十年前的人 都知道这角色辱华 这成何体统 是不是这件事又入国体 纵观漫威系列 国内最高的时候 甚至贡献了近百分之二十的票房 但西方资本 至今还是放不下他们的傲慢 一边想赚中国人的钱 一边又看不起亚语 互联寺创造了影史辉煌 然而有可能是圣洁而衰吧 黑寡妇当初据说伊沈通过了 可惜尚继出来后一番神操作 两部影片双双被封杀 永恒族也因为导演的不当言论 注定无法进入内地 无业二因为咀嚼汤姆哈迪乳华 也几乎可以说不会引进 现在全村唯一的希望 就是蜘蛛侠英雄如归了 这次漫威可是真的急了 搞了这么多营销号来吹跑 像当初魔兽以1.6亿成本 拿下4.5亿票房 被媒体喷得体无完肤 整个魔兽世界宇宙直接夭折 然而如今在上汽粉丝的眼中 居然认为1.5亿成本 不到4亿票房的上汽算是大卖 其实随着流浪地球 哪吒大圣归来等 一大批国内优秀影片的出现 影迷们大可不必 一直盯着外国影片 国产大片正在飞速崛起 最后说一句 个人非常期待风尘宇宙的绝聚